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 本来我和李志远打算爬山 因为天气太热 只好先带他们来商场 临近饭店 饭店门口都是拿着号 排着长长队伍的人 肚子咕咕叫的同时 不免心烦气躁 当我们从一个商店出来后 却发现李志远不见了 完全没打招呼就消失 我心里不免又气恼又着急 赶紧掏出手机打电话 却无人接听 我们边走边找到他 来到一楼大厅热闹非凡 主持人的嗓音 穿透了每个人的耳末 原来是比试肺活量 吹气球比赛 赢的人可以获得 抹穿菜馆的代金券 我发现李志远就在其中 他看到我们过来了 笑着冲我这个方向招了招手 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 果然 他最终赢得了代金券 李志远拿着代金券 欢呼地跑到我们跟前 喘着粗气说 有了卷 我们可以去吃都好的了 爸妈尴尬且不是礼貌地笑了笑 我却完全笑不出来 黑着一张脸没发作 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在春菜馆 李志远看着菜单盯着价格 再盘算着代金券的金额 最后点了三菜一汤 期间 他不停地低声跟我摇耳朵 这里的菜太贵了 没有劝 谁敢来啊 菜上期后分量不多 而且我们都太饿了 最后明显不够吃 父母拿来菜单 看了看 然后摇了摇头 说差不多饱了 我想再多点个菜 但李志远拦住了我 他说等会儿再点 先看看情况 然后就把菜单收走了 我只好低头扒了几口饭 然后怒视着他 李志远则盯着隔壁一桌情侣在吃饭 我的火气莫名就上来了 我正要发作时 隔壁情侣急让走了 带别人走出门后 李志远迅速把那桌的一盘辣子鸡端了过来 嘴里说着 我看见他们没吃这盘菜 不要了多浪费啊 他这份操作让我目瞪口呆 我爸妈的脸色当即就变了 他们撂下筷子 我们吃饱了 你们随便 说完他们借口去了洗手间 我不可置信地盯着李志远 你怎么能这样 那是别人吃过的菜 还要不要脸了 大不了多点个菜就好了 他随意答道 还不是为了能省点吗 我这份工作刚找到 工资还没拿了 再说别人也没吃过啊 你矫情什么呀 我气得摔了筷子起身离开 李志远结账后追上我 临走前 他还不忘把那份辣子鸡打爆 我不是第一次领教李志远的抠门了 我们是同一个公司 不同部门的同事 在一次公司团建的内部辩论赛上认识的 李志远在赛场上能言善辩 思路清晰 我这个人木讷 话都说不利索 完全被他吸引了 经历几轮下来 我们积累了同事友谊 两个人聊得多了 觉得投缘便在一起了 我和李志远在一起后 他很快搬来和我一起住 说要开源节流 和为了以后买房结婚做准备 那时我只觉得 他是一心为我们的以后着想 两个人住在一起后 李志远嫌弃我乱花钱 对买东西没有概念 还提议让我把工资交出来给他保管 我以自己赚钱不多 这点自由不能被剥夺而拒绝了 但他在生活上 还是想处处拿捏住我 尤其是在花钱方面 我们在一起三年 没有去过任何地方旅游 平常做的最多的事就是亚马路 我曾经多次提出想去旅游 李志远摆出很多理由 让我不得不放弃 最终都是选择免费公园游 偶尔实在说服不了我时 他就干脆说 要去我一个人去 他不会去 可恋爱时 我总想着两个人能一起 既然他都不去了 那我也没有必要再去 大部分时间 我都照顾李志远的想法 我知道他是为了我们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 何况他家条件不好 我也不做太多的要求 李志远在公司原本是有晋升机会的 在一次大型会议上 领导正在发言 他为了赢取话费 竟然坐在角落里偷偷玩兜地主 当领导讲话完毕 问其他员工是否有疑问 下面的人寂静无声 李志远突然爆发出一声 四个六 炸了 同事们哄堂大笑 领导在坛上脸都绿了 可想而知 他事后被炒鱿鱼了 他不敢告诉我 只说自己不适合公司 辞职重新找工作 后来 我见他手机有几百块钱花费 他才说漏了嘴 可爱情是盲目的 我以为两个人相爱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爸妈的突然到来 让我有了重新审视这段关系的机会 当天晚上 我跟李志远商量 第二天 带爸妈去景区玩 得知我订的地方需要花门票时 李志远一如既往的分队 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网上搜索 最后找到了一处不错的景点 可是当地偏远村的一处自然风光 山下有流动的溪水 有树荫 然后是爬山 最高处能看到不错的风景 虽然内心有点不情愿 李志远给我看了评语还不错 我也就没说什么 第二天 我们来到那处偏远景点 山下有几户村民开着饭店 好些村民摆了水果 各种饮料知识 还有玩水的工具 来来往往也有不少人 我内心那点不如意 便烟消云散了 山下水流清澈见底 顽皮的孩子和大人 纷纷踏入小溪闻水 小孩迎铃般的笑声 和成人爽朗的大笑 混入不远处 高处流下的水声里 真是让人一下子 忘记了工作上的烦恼和压力 父母高兴地频频点头 这里水不错 很清凉 难道城市里 还有个这样的好地方 我也跟着星矿神一起来 准备上山了 李志源只带了一小瓶水 爸妈带了一瓶 我打算再买几瓶水 不然半路没水喝可就麻烦了 李志源突然拦住我 不要买了 山顶上肯定有的卖 而且这里肯定也不便宜啊 爬山还背着水得多累啊 一点都不划算 他说的有道理 而且 见他手上还拿着瓶水 我也就放弃了 上山的路上 李志源走在最前面 我在中间 父母在后面 半路上我渴得不行 追着李志源拿水喝 谁知 他竟然不知不觉把水喝完了 我生气地责怪他 他狡辩地说 没想到上山途中一点风都没有 反而更热 一路上他就把水都喝了 我干涸的喉咙都快冒烟了 没有立即和他争吵 心里堵着一口气 想着只要到了山顶买水就好 到达山顶 风景确实不错 可除了欣赏风景的游客 压根就没有卖东西的 我心里气不打一处来 完全没有了看风景的心情 最后 我在父母那里蹭了两口水 才缓解我那胡拉拉的嗓子 下山时 无论李志远怎么道歉 我都没有理他 我知道他不让买水 只是为了省几个钱 更可气的是 他完全不考虑我 明明手上有水 却独自喝完 回去后大家都累了 我想继续在外面吃 但李志远说 在外面吃太贵了 有点花不少钱 不如在家做 干净卫生 我那勤劳的爸妈 自然是赞同他 最后 我只得去买了菜 爸妈帮忙做 在我租来的房子里 简单吃了一餐 晚饭后 爸妈就回酒店休息了 晚上睡觉前 我身上奇痒无比 根本睡不着 在灯下仔细查看 身上挤了好多红红的疹子 一片一片的 晚饭时我没在意 只当是有蚊子 或是今天出汗太多不舒服 没想到现在这么严重了 我心里暗觉不好 肯定是白天爬山 沾染上了山上的植物 喝水又少 加上心情郁闷 可能过敏了 我起身穿好衣服 让李志远陪我去医院 那家伙却懒洋洋 不在乎地说着 不就是过敏吗 忍忍就过去了 用得着这么大班 也跑医院吗 我忍着心中的不快 太痒了 没法睡觉 还不是你今天非要去爬山 还不让我买水 要不然我能这样吗 李志远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不耐烦地说着 去趟医院动不动就几百 你就自己拿这些止痒药 擦擦就行 何必折腾呢 听他说完 我心里凉了半截 这个未来与我一起走下去的人 竟然完全不关心 我的身体和感受 内心的委屈 瞬间把我淹没 我把枕头砸过去 吼了起来 你眼中只有钱 钱钱 未来要与你一起生活的人 是我不是钱 说完 我就拿着包 摔门出去了 我独自打车 去了附近医院 医生说是群麻疹 给我打了点滴 开了些止痒的药 等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到家时 却看到李志远 在床上睡得呼呼响 慌着床上毫无动静的人 分手的念头再一次加剧 我一次次给自己希望 最终都是失望 心里只剩下那一点点的不舍 毕竟是三年的感情 因为寻麻疹 我索性请了两天假 刚好陪爸妈 他们白天就在我的出租屋里照顾我 有次母亲煮好饭 李志远还没到家 我们便坐在餐桌前 一边聊天一边等他 等爸妈听说到那天晚上 我独自去医院时 他们不禁摇头叹息 我妈愁容满面且担忧地说 我不同意你和李志远走下去 他一个男人太扣门了 而且只要涉及到钱 事事都要管控你 如果他还不关心你 那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 我爸在一旁附和着 我们是普通人家 也是节俭过来的 但都不至于像他这样 关键是 他把过分的节俭用到你身上 连这关爱都没有了 母亲继续劝我 光是这几天接触下来 他们都接受不了李志远 以后要过一辈子的人 我必须要慎重 不然会苦一生 我正说着自己在考虑分手的事 李志远突然推门进来 他脸色阴沉 没打招呼直接进了屋 然后大家沉默地吃饭 只听见碗筷的叮当 和咀嚼的杂把声 往后几天 李志远都不怎么和我爸妈说话 我跟他说话 他也是爱理不理 或许是他听到我们谈话了 我自己也有点心虚 便由着他去了 爸妈要回去了 让我给他们买周末的票 我手上的钱 刚好借给了同事 于是便让李志远帮忙买票 没想到他竟然买了硬做 我不高兴地质问他 我爸妈年纪大了 为什么不买卧铺 他们坐票这么久能受得了吗 李志远冷笑道 坐票怎么了 又不是站着 不乐意你自己去买 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 虽然心疼爸妈 但自己手上没钱 也只能作罢 我爸妈觉得既然票已经买了 就别去退了 还得手续费呢 因为这事儿 我对李志远的忍耐到了极限 就差最后一根让人爆发的稻草了 爸妈上车之前 目光飘了远远处的李志远 然后握着我的手 欲中心肠地让我当断则断 拖下去只会误了自己 我愧疚地点点头 我和李志远回去的路上 谁也没有说话 我在纠结着如何要开口 李志远或许在盘算着 我什么时候把车票钱还给他吧 第二天是周日 一大早就接到我爸的来电 他急促地说我妈住院了 原来他们坐火车时间太长 加上空气不好 我妈下车后就晕倒了 我急得手足无措 当心的眼泪都掉了下来 李志远赶紧给我买了票 他还想着买坐票 我不禁怒吼着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省钱 你还有没有人心呢 在我的住世级骂声中 他咬牙买了机票 走的时候 我担心回去要花钱 便叫李志远借我一些钱 没想到他拒绝了 他的理由很可笑 我都听到了 你父母让我们分手 把钱借给你 到时你不还我怎么办 我哭着表示 钱我一定会还给他的 看在我们这几年的勤奋上 让他不要太过分 可他始终无动于衷 望着如此冷漠的他 我瞬间就感觉 这几年的青春喂了狗 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 我只好拖着行李 轰着口袋赶回去 路上我跟同事说明了情况 对方很快筹到钱转给了我 赶到医院时 母亲已经醒了过来 父亲说他血压高 脑部神经被压迫 幸好送医及时 不然会中风 住几天院回家休养就好了 心里的石头突然落了地 我不禁扑在母亲的病床上 哭了起来 不只是因为担心 还有心里的伤痛 母亲出院后 我在老家陪了他几天 便火急火燎地赶回来上班了 毫无悬念 我跟李志远提了分手 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分手这件事上 他都能和我斤斤计较 我真是见识到了一个人极致的一面 李志远搬来后 房租是由他出的 平时买菜 谁下班找谁买 去超市的时候 他算得很轻 如果这一次是他付钱 下一次他就会让我付 他跟我算房租水电日常消耗 要求所有的平均份 就连节日 他送给我的礼物 他都要我兑现给他 我真是被他气象了 我答应房租付一半 其他的一概不理会 李志远死皮烂脸地说 如果你不付给我 我就不搬走了 房租我也不会给你的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为了尽快摆脱他 我装作与他慢慢清算 同时让同事很快帮我找到了房子 我趁着他还没回来 把平均的房租和他送的礼物都摆在桌上 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后来李志远还打电话来骚扰我 我说如果他还这样 我就把他的所作所为捅出去 让他以后再也做不了人 然后拉黑他的联系方式 才终于获得了亲近 三年的感情 有过幸福快乐 有过失望徘徊 李志远一次一次的神超作 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为人 一个如此抠门的人 感情也定然是吝啬的 这样的人又岂能给人带来幸福 幸好没有进入婚姻 我及时抽身而退 谁也保证不了 一生不会遇上个渣男 但遇上渣男后 要有离开的勇气 重新开始 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